透过面对面的方式 让观众更能够了解艺术家的创作与会 一刹之急是创作过程中的领悟与体会 一笔一顺一念 一个当下一时之间 再再处处都传递着一个生命的感应与感知 在诗画飞画是有事无的画面当中 显然是常年所累计的绘画技术与认知经验 我们今天希望我们为大家一起来互动的是 一个生鲜的感觉 所以呢所谓的有备 其实我们都准备了20年以上 为了阿布吉老师含情默默的准备了 就是看着他的创作之路 所以很清楚他的脉络 那无备呢就是我们其实是没有套招 所以其实我们在场的所有人 不知道今天会引动出什么样的议题 所以这场有想法但无预设的一个座谈会 其实还是来自于萧琴老师 因为萧琴老师我们知道 他其实他的作品对于生命无尽量的一个探索 形成了一个东西方机当下出来的 看起来是抽象艺术 那是形式 可是在内涵上面呢 他是很完全的一个所谓的东方精神的内运能量展现 每一次创作的当下 自然生成 比比可能做一次彻底性的翻转与呈现 将虚化与归零的心灵深度图像 值得大众一起来进行极简艺术欣赏 与一场进化心灵的对话 十方新闻归文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